Layu聊四季,天天都貴心 大家好,我是Layu 今天來看朝鮮人對上越南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先來介紹一下藍方選擇的文明是朝鮮人 朝鮮人最大的特色是他擁有免費的工兵鎧甲升級 而且陸地的軍事單位木材有減免的費用 那他的馬戰車也是非常強大的一個馬工單位 朝鮮人比較弱勢的地方是騎兵單位 沒有品種也沒有三級馬卡也沒有三級工 但是他是卻有大肉馬的文明 這一點很奇怪 雖然沒有騎兵攻擊力跟防護力也沒有品種 但是卻有大肉馬升級 這一點就顯得有點特別了 朝鮮人的槍兵也是稍微可惜 因為沒有三公的關係 所以用槍兵跟對方互打也很容易會打輸人 那朝鮮人最大的特色是他挖石頭速度很快 而且他的劍塔會隨著時代自動升級 所以朝鮮人往往打塔弓或是打一些投石車戰術 身頭或是馬戰車暴都會有一點奇效出現 好 那我們介紹一下越南人 越南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經濟科技 木材的消耗是有前面的 所以他打起來是會比較偏向於打這個純金技爆 然後再轉這個弓兵開或是大象開 都是非常適合越南人的 而且越南人後期這個毛象夫 血量高達420滴血 兩倍的192游侠是血量的毛象夫 所以越南人前期有弓兵後期有大象 整體打起來節奏是相當舒服的一個文明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兩邊會怎麼打封建時代吧 現在這邊看到超限人是準備要來吃果子嗎 蓋了一個房子 待會可能會補果子 如果補果子的話 可能就是要來打三棒棒開局了 OK 這邊補了這個魔防 那就是要打魔防開 不打快攻 OK 朝鮮這邊是決定先把果子補到四個人 那木頭應該是三個人 OK 三個人在挖 那越南人這邊是四人伐木 然後後面補了魔防 應該是要來轉弓兵開了 以上封建時代 這邊先補一個軍營 待會再補一個房子 然後再補一個射箭場 剛好這隻村民的工作效率 就可以發揮到最極限了 好 那朝鮮這邊是一個正常開局的樣子 欸 結果還是打了棒棒啊 但是不是打很極限的那種 如果這邊要打棒棒的話 很容易卡人口 所以房子要紀人補 連這個世界冠軍等級的HERA 也會有這種小失誤的發生 所以大家打C帝國挫折感 可以不用這麼高的 因為你會發生的失誤 世界冠軍也會發生 好 那這邊HERA是兩棒棒開局 這兩棒棒開局是比較沒有殺傷力的 像是純騷擾 不是打一個強攻的 那這邊看到越南人 馬就已經補下 欸 結果打的不是工兵 哇 我們這邊預測錯誤 好 那這邊趕快補下房子 那現在木頭是補到了七個人 七個人在伐木 哦 八個人 裡面有八個人 那八個人伐木的話還是有點少 這邊至少要補到九或十個人 好 這邊稍微維持一下 那還好對方是打這個棒棒開局 而且沒有配槍兵的情況 所以暫時這裡棒棒的話 可以出三隻肉馬就可以打得贏了 按支槍兵或是按兩支槍兵過來協防 也是OK的 好 那Hera這邊看到 欸 對方是轉個馬就開 欸 結果這個木牆 居然把自己的肉馬卡在了裡面 哇 這個出身點位有點尷尬嗎 欸 沒有卡住嗎 還是走出來啦 他以為他是卡在裡面了 他以為這裡有個竹子之類的卡在這 他出不來 好 這邊三隻肉馬過來 兩隻棒棒第一時間敲掉了槍兵 應該是沒問題 槍兵只換到一點血量 第二隻槍兵過來 哇 Hera這邊果然補了槍兵到前線 想說他兩隻棒棒前壓卻沒有打槍兵 這是讓對方有機會的意思 那Hera畢竟是世界冠軍等級的 他的觀念是相當正確的 一定要補一些槍兵 跟著棒棒騎走 才可以有效增強 這兩隻棒棒的給的騷擾價值 好 那這邊轉弓兵的路線 是沒有轉弓兵單位 而是轉毛兵的 打一個槍矛前壓 這也符合朝鮮人的文明特性 木材的減兵非常多 所以前線這邊可以省下的木頭 可以早點去撒一些農田 可以到達這種先壓制敵人 又可以防守家裡 跟拿出節奏的一個方法 但這個打法的缺點就是 沒有什麼機動性可言 就是你的行動很容易被對方感掌握住 防守方面也是處於被動狀態 那以世界冠軍這個反應來說 可以即時拉這個兵去防守 還有這個村民去回防 反應時間是超級快的 所以暫時這個機動性的問題 可以暫時無視 好 那Hera這邊是有這個 可能年紀上比較輕 所以對這個RTS遊戲來說 是一大利器 越年輕的話反應就越好 可以多多利用這個特性 去壓制對手 像我們這種比較上年紀的人 可能就是要透過一些觀念 去反制對手 那這件事情也是四季立國比較特別一點 觀念可能會比反應還會來得重要 當然如果你的觀念跟反應都同時有的話 那想必你也可以跟Hera一樣 成為世界冠軍 好 那這邊看到對手 越南人這邊是轉出了越南的毛兵 那越南的射箭場的單位出來 血量也會比較多 所以他也會比較適合打馬攻單位 那這邊血量有36滴血的毛兵 好 還不錯 好 這裡可以換得到嗎 Hera這邊稍微有點發呆 遠家裡的槍兵在防守 戳掉了一隻肉馬 還算不錯 結果Hera這邊是被收掉了兩村啊 剛剛還在誇Hera這邊的反應很快 結果這邊還是被收掉了兩隻村民的經濟 現在村民樹稍微落後了一下越南這裡 那越南這邊點了一個輪軸技術 村民樹還稍微有點領先 這個就是越南人的經濟科系 研發速度很快的特點 好 外收掉 這裡四隻毛兵 全部圍剿 最後一隻毛兵全部收掉 這邊可以看到開始圍牆往上拉 好 正面的部分有打特別的東西 這是什麼 長 他是要長十毛兵 然後轉戰矛 轉戰矛 騎士 馬戰車 壓制打法 目前看到的資訊很像是這個打法 這個打法算是朝鮮的一個特殊打法 比較沒那麼常見 只有在高端場會看得到 新手場的話還是大部分人會選擇出雙四箭場 或是單四箭場 轉這個弓矛或是弓槍 或是弓馬 但是純毛兵不轉肉馬 這個打法就是比較特別一點 兩邊越南人都點下了一擊射 純毛兵真的是很被動 那我們要來看一下 Hera他這邊對於純毛兵的打法 有什麼想法吧 這裡又補了一個伐木場 越南這次點下了一擊挖金 好 城堡時代快要補下 升級上去 這裡看一波對戰 越南這邊也是屬於打一個毛兵策略 兩邊的毛兵都在前線 但是越南這邊有血量上的優勢 對上朝鮮人的木材減免的毛兵優勢 兩邊都對於毛兵這個單位 有一些小小的加成 這邊迅速點下二擊射 但越南這裡沒有打算要升戰毛兵嗎 這個數量是一定要升戰毛兵的 OK 越南這邊果然是先轉出了騎士 越南的話他的打法就比較正常一點 上層果然先打騎士 Hera這邊則是沒有補馬就 所以才說他這個配置打法相當不尋常 如果是要打毛兵的話 通常會直接上馬就配騎士出來壓制 然後轉投資車生旅 但是這邊對手也是怪怪的 點了騎士有資源 卻不去點戰毛兵的升級 而且也投資了二擊射 這點真是不太正常 那Hera這邊是雙TC開農起來 以前看Hera的比賽或是天梯 都是上單TC 或是打一個強軍式壓制體驗的打法 現在他的打法越來越像viper 這種經濟流打法 所以他也是一直在革新自己的風格 這個遊戲風格一直有在改變 有在改變的人 這個實力通常都不會落到哪裡 那越南人這邊是補下了一級馬凱跟二級伐木 下面補開了一個城的東西 這裡也要補嗎 右邊這裡毛兵 還有很多數量五隻 對上這邊六隻 毛兵數量非常的多 朝鮮這邊是點出了馬功 馬功 這個就有趣了 剛好馬功這個單位 確實也是吃木頭比較偏多的單位 朝鮮這邊出馬功的話就稍微有點優勢 但是跟越南的馬功比起來 這個邪量體質是差了天差地遠 畢竟朝鮮人是沒有品種科技的 這邊騎士直接上去 靠了一村 第二村可能也要倒地 炸毛兵第一時間激活掉了騎士 騎士血量掉的蠻快的 但後方騎士也在追逐 越南這裡只補了一級馬凱的關係 所以打騎士還有兩滴血 只要大量激活的話 還是有機會收到掉 現在是五點傷害 其實三點 這用TC射掉兩隻騎士還不錯 最後兩隻騎士也過了 這一隻一滴血的毛兵 收掉 騎士再度上來 HERA這時候用村民去反擊了回去 但是朝鮮這邊是雙TC開農 變三TC 村民是稍微沒有到差距太大 只要在10吋以內都還能接受 50對59 還是有點小小受傷了 三TC趕快正常運轉 因為越南人這邊早就已經3TC開農 而且惡農惡木都已經點下了 所以大外塔的經濟優勢 應該是會稍微領先於HERA這邊的 這裡趕快補下了修道院 有修道院就可以反制騎士啦 到這個地方 越南人這邊可以考慮轉一下輕騎兵 輕騎兵也有三級馬凱 而且也有這個平種 但是他沒有大陸嘛 跟朝鮮比起來的話會稍微可惜一點 傷害值也是比較差的 沒有 傷害值是一樣的 7點 OK 那朝鮮這邊是繼續 要來開農 然後補生鋁解生物 越南人這邊是補下的品種 想要走一個騎士風格嗎 還是待會要來轉馬工呢 那越南這個文明是擁有帝王戰矛升級的文明喔 所以待會要看一下 越南有沒有機會轉帝王戰矛呢 帝王STAT還可以研發的科技喔 這裡馬工開始往前壓制 HERA在前線補了一個市集 突然意識到自己不能經濟買賣一下 好 這裡修道院生率可能要繼續按喔 因為家裡有騎士在繞 有一兩隻的生率喔 還是可以有效阻止敵人 哇 這兩隻騎士直接自滴掉了 哇 HERA這邊是稍微拿到了先手 獲得了一些優勢了 好 生率還是可以繼續著想喔 這邊過來要趕快撤 OK 撤掉 撤掉 這邊的打法還是偏危險 太OK 好 這邊騎士上前 砍村民 好 繼續砍 繼續砍 OK 收掉一隻騎士 兩隻村民收到了城鎮中心裡 好 這裡趕快再收掉這隻村民 可以 兩邊對保起來 越南這裡的打法很正常 稍微買賣一下 蓋了一棟城堡出來 後面HERA村民處只有六個人在蓋 應該是朝鮮 會慢一點點喔 越南先蓋好了 好 那通常蓋寶就是一位置喔 兩邊就要來拼誰先升帝王十代了 誰先升級上去喔 誰就可以越先解掉對方的寶壓壓制喔 通常先往前插的那一家 都是經濟稍微弱勢的喔 想要用這個城堡塔去壓制對手 那經濟有優勢的那一方就要趕快點這個帝王十代 稍微巨型投石機出來才可以有效壓制敵人 HERA這邊第一根石堡出來之後 馬上補下了馬戰車 那這裡是繼續出馬功騎兵 下方補了一工程器製造所 那這裡應該要出投石車囉 朝鮮這個文明了 投石車喔 它是可以射程到非常遠的文明 但是它的這個陸地軍事單位的木材消耗 是沒有辦法用在投石車身上的 所以這稍微有點可惜喔 招架還是有點貴喔 但是它貴的值得 這裡看到這個馬戰車 還在繞 還在繞 這邊繞進去死了一隻 繼續6 1.2的跑速跟1.35 騎士到底來說是應該追得到 這裡趕快補一個新的城堡 這時候HERA也點下了帝王十代的升級 這裡馬功給壓力 後面僧侶過來招翔 這邊把馬功放在這個位置 後面僧侶就可以幫忙支援 越南這裡的打法算是很正常 沒有太過於奇怪的地方 這個拉回是正確的 OK 這裡蓋王一根城堡 這根城堡可以擋住 朝鮮這邊的防溫劍塔 那大家會升到帝王十代 這根防溫劍塔 如果帝王十代還在的話 就會變成大型劍塔 好 越南這邊是繼續開農 這個城堂東西被控制的關係 現在按村民有點危險 但是村民還找不到人生方向 居然就在那邊走來走去啊 被射到在亂走 好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對手這邊是 繼續暴騎士 越南暴騎士 還是帝王轉大象呢 但是現在越南比較尷尬的是 兩塊附金礦都在正門口 HERA這根城堡 讓對手黃金的採取量 被受限在家裡而已 這個位置啊 所以越南這邊趕快產出巨型頭司機化學管 趕快補下轉出火炮也是相當重要的一款啊 怎麼是用後面這個巨型頭司機在生產呢 前面這個城堡不按個巨型頭司機嗎 現在資源有點缺乏 結果果斷也要來插一下 HERA這邊的礦區嗎 HERA這邊礦區是熟得好好的 一個在裡面 一個在後面 兩個附近位置 跟越南比起來是相差地遠 這個城堡東西稍微修一下 兩隻村民偷偷修了起來 升到帝王世代的越南人 這邊轉出的東西是 還是歧視 你是越南人啊 不是法蘭克啊 越南人 怎麼打成這樣呢 這有點奇怪啊 如果要打騎兵的話 打新騎兵 我覺得就蠻好用的 還可以針對對方的生旅啊 有可能是我菜 不知道看不太懂越南在打什麼 好 那曹姐呢 這邊打騎士 就比較簡單一點了 可以選擇打這個槍兵 或者是拿戰車僧侶 都是可以相對硬反制回去的 或是強奴數量夠多也行喔 但這邊騎士突然抱著有點多 HERA這邊家裡完全沒有防備 難道真的是有奇秀嗎 這波騎士 好 薩拉進來 上面有玻璃跟城堡 這一波流進來 打得HERA一個措手不及 重重騎士終於升級上去了 三級馬凱 OK 這邊衝一波 生旅這裡沒有遭響 有點失誤 沒有碰到這隻生旅 好 上方的城堡已經蓋好 這裡騎士砍得很開心 哇 騎士真的做到了事情 砍掉了非常多的村民 HERA在前線的城堡也被順利拆除 這裡黃金洞被解放了 超前這邊果然是補下了奴兵 轉強武 開始堆疊數量了 但是暫時要擋住騎士的話 還是要靠僧侶嗎 還是要轉一下槍兵呢 這裡就是HERA的這場比賽轉折點了 既然對方現在出騎士 還是我們先預判對手 會轉大象呢 先轉一個槍兵的升級 結果越南這邊是直接回轉射箭場 這個沒有意外的話 就是要轉帝王戰毛兵 或者是轉馬功了 打一般強弩的話CP值不夠高 可能如果要打就是打騰甲工兵喔 高遠防的工兵單位傷害的話 也是非常痛的 所以越南人這邊有三個地方可以轉 但補射箭場的話應該就是補... 補這個馬功了吧 要這麼多射箭場的話 應該是要走馬功路線 不然就是要走帝王戰毛 那HERA這邊呢 蓋了一根大型劍塔 想要阻止對手來挖自己家裡的複石喔 這個石頭一直被挖有點難受 往後拉一下 這邊要不要補個採礦地呢 下方這裡看一下 哎喲 下方這裡騎士稍微反砍了回去 那後面補了更多的射箭場 這邊轉出來的東西是毛兵 看來他對帝王戰毛有一點想法 那朝鮮斬帝王戰馬 確實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畢竟朝鮮有這個馬戰車 就算他轉強弩 帝王戰馬也可以有效打擊 馬戰車的話也會被帝王戰馬射到不要不要的 好 現在這裡補下了化學 也可以轉一些火炮 好結果先轉火炮的是Hera Hera這邊火炮也出來了 好這邊就是一頭司機 可以慢慢攻城 下方的騎士 這裡有個洞 要不要趕快來圍 應該是沒有看到 因為我們是上帝視角 哎呀這邊流了進來了 尷尬了 Hera以為這邊是沒有洞的 結果這邊流了一隻騎士過來 應該傻眼 哇靠這裡居然有洞啊 趕快收村 趕快收 他應該是傻眼了 右邊這根城堡 這個終於是要被拆除了 最後一發 城堡 殞弱 中間的騎士還有戰馬兵 數量非常多 那現在朝鮮遇到這種大量的帝王戰馬的情況 最好的解法就是出騎士 或者是轉這個大落馬 然後再轉一個投石車 就是比較好解的 但是對方的騎士 還是要透過一些槍兵啊 或者是槍奴 黃金兵種的壓制 才有可能打得贏 喔 這一坨村民 跑得掉嗎 這個槍奴看到了 哇這裡擊殺村民速度非常快 15隻村民來得及跑嗎 只剩兩村 跑掉 好 這裡騎士還在亂砍 這個撿生物的生女 趕快放下去去招搶騎士吧 這裡騎士無法無謙啦 家裡沒大人啊 這是一直砍一直爽啊 但是兩邊都有在互相傷害啊 目前兩邊的村民殺敵樹 都來到了30村以上了 好 朝鮮這裡補下了大落馬的升級 大落馬升級上去之後 該怎麼打呢 這裡強無謙擊殺掉前方的落馬 火炮往後拉走 要不要回頭打個禮炮 但帝王的戰狼已經升級上去了 帝王的戰狼傷害是8點傷害 血量42滴 血量非常的慘 OK 而且打強弩很痛啊 哇 這裡血量掉太快了 OK 這邊強弩拉得還不錯 一直有躲掉一些戰狼兵的傷害 其實損失的強弩數量並不是非常多 大概十隻椅墊有 有躲 好 Hera這邊是順利躲掉這一波的夾擊 騎士全部被解光 後面又補了一些騎士 但越南打騎士 我覺得真的不如打這個毛相夫啊 對不對 打毛相夫配新騎兵 也不會是機動性 而且正面扛線能力比騎士好上100倍啊 可能沒有到100倍了 要不要點一下銀罐呢 好 右邊開始建立了萬里長城 怎麼覺得最近的高端天梯高手們建立萬里長城的 次數有點變多的趨勢啊 是因為現在是大洛馬帝國的關係嗎 大家都要仿下大洛馬的突襲路徑 OK 朝鮮這裡也是有大洛馬的 趕快圍棋 這裡洛馬真的是過不去了 好 越南這邊第一時間收掉了火炮 後面又補了一根城堡 HERA也是在家裡開始做出防守了 突然意識到 哎呀這裡中間沒有城堡 他等等又繼續馬爆 後來這邊打的是相當安全 四根堡在家裡應該被 這個馬爆 可能也不會有太大的損傷 中間只損失了一根城堡 好 打正第一站的話 朝鮮通常不會太輸 有火炮 還有這個超遠的重頭 可以使用 那這邊就要來看 HERA要不要轉點槍兵去防守大象 跟大量騎兵衝鋒自己的工程器 好 越南這邊的選擇是打出了奴兵 而不是藤甲攻兵啊 哎呀這就有點奇怪了 明明有三棟城堡 整個藤甲的話 產量也不會太虧 最後還是要打毛相夫 OK 這個打毛相夫就對了 毛相夫 對 加上這個帝王戰馬 殺傷力是非常足夠的 而且全部黃金 留給大象的話 可以出很多隻喔 戰毛兵在後面的傷害也不會太差 4點傷害喔 打朝鮮的肉碼傷害也是很痛的喔 畢竟他沒有品種 也沒有三級馬卡 所以打一下朝鮮的大肉碼 以下還有4滴血 而且只有75滴 這邊看一下高打第一 傷害不錯 但是大洛瑪傷害還是貼到了巨型偷使機 一次收掉兩台 第三台能夠收掉嗎 後面的火炮好像也逃不掉 這一波追擊有點難打 HERA這邊大洛瑪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直接賺了800金嗎 哇800金起跳 OK 這一波HERA那些洛瑪已經價值臨成 不虧 巨型偷使機砸戰毛兵 有想法 還砸到了一些 OK HERA這邊是點下了銀罐 一層技術 一層技術點下之後 自己的大型劍塔 就可以獲得 加2的射程 來到射程是8加5 13射程 非常的遠 好 這邊收掉了一些帝王戰毛 投石車 中頭快要升級好 但是中頭有個問題 他的傷害是50點 如果是低打高的情況 可能是沒有辦法一發 即殺掉這個帝王戰毛 這個血量實在太多了 42滴血 但是重型投石車就是 穩了 不然是低打高 這型號還是可以一發投爛 來了來了來了 朝鮮最強的陣型 但是遇到越南大象該怎麼處理呢 這個是我沒有辦法想到的畫面 還是用重頭砸掉大象 這是比較有可能 但是大象已經變成閃陣了 全部散開來 往前衝鋒 大象第一時間接觸到的是強奴 還有前面的幾台重型投石機 重型投石機現在不太好回頭 完蛋了 朝鮮沒有轉槍兵 遇到大象就只有被貼著跑的份啊 回頭打一下大象 大象血量掉了一些些 但還沒有升級為重頭的關係 好一分鐘 所以傷害還是有點差強了一 並不是非常理想 後面要不要回頭打一發 有了 後面的火炮也是被追擊 巨型投石機也被貼掉 強奴繼續射擊 要不要收一些強奴到裡面呢 哇大象打這個毛象符真的快啊 420滴血的毛象符 攻擊力沒有提升上去 但以坦度來說已經算是很好用了 最後大象全部死在了城堡的傷害之下 這邊重型投石機 還有10秒鐘 就可以升級完畢 後面的大肉馬開始在噴了 越南果然轉了清洗兵 噴肉馬 這樣就可以省下一些資源了 不然黃金已經快要歸零了 這邊進攻HERA 兩台巨型投石機 加上大肉馬進去裡面衝鋒 阻止這邊蓋城堡的村民 修城堡 是蓋城堡 欸欸欸沒有要阻止嗎 他直接一個路過 我們下次再見 下方有動作了 HERA大肉馬也是直接出擊 既然你BD我 我也BD你 看誰才是真正的BD大師啊 欸強弩 射掉了一些 輕騎兵 呦 這一波很有料啊 直接把羅馬全部射倒 重型投石機 會吃到城堡的射程 但是又打到了 哇 極限投掉 這就是朝鮮投石車 8加2的10點射程 只要稍微吃到城堡一點點射程 稍微拉回左箭矢 就可以換掉巨型投石機 這個HERA這邊細節打得很好 好 這邊大型劍塔 繼續越補越多 加力補下了三個四個 開始進行防守戰 那越南沒有三級馬海的情況下 遇到這種劍矢傷害喔 血量會掉得非常快 所以用大型劍塔去防守各方面的區域 是很好的選項 結果是越南這邊受不了 先轉出了重裝長槍兵升級 還有護衛技術跟二級攻 朝鮮這邊則是繼續轉出了強弩 不到29隻 重型投石車跟火炮還要再補一些 工程方面才會比較順喔 越南這邊又繼續按了一些毛相夫 二攻要再繼續補下嗎 二攻補下 對 剛剛補了 哈哈 好 那這邊毛相夫數量有點少 再補一些吧 好 結果有一台火炮被抓掉 可惜了 還有啦 這邊有轉大羅馬的關係 也被迫了越南轉出了槍兵 但現在轉級兵的話又要600黃金喔 所以可能越南人這邊在存黃金 去升級兵喔 所以沒有辦法去按更多的大象出來 好 這裡用洛馬往回拉到了強弩的正面戰線 正面戰線 結果讓自己的巨銀頭石器第一時間被打掉了 後面有大量的隕石樹走得過來 這個隕石樹被打到越發就毀天滅地了 好 巨銀頭石器正式炸起來 越南這裡繼續補血 好 火炮這裡趕快往前吧 火炮趕快往前去阻止重頭 重頭看一下 能不能包掉一些 請起兵上去 好 努力包 好 用巨銀頭石機 砸到了嗎 火炮這邊打個一炮 打的東西是強弩 也不是 喔 頭子車 砸到了 OK 好 有三台火炮在往後繞 但是HERA的大洛馬已經往後衝鋒開始貼近 現在要防守這些大洛馬其實相當不容易喔 好 這裡鑽到了一個小洞裡面 兩台火炮被擊殺掉 第三台火炮有機會嗎 好像有機會 第三台火炮也被收掉 越南這裡的火炮一直被打乾 朝鮮這邊的重型頭石機就有輸出空間啦 好 但是最後火炮 巨型頭石機還是被巨型頭石機給拆掉了 好 上方的野金給拿下來 朝鮮這邊還可以再轉一些黃金 出頭石車火炮巨頭 那朝鮮這邊農田量細節來到74片田 爆這個肉馬是剛剛好的這個農田肉量 那越南這邊則是來到82片田 有點歐硬式的在出青騎兵啦 有瓶走的青騎兵跟有大洛馬的青騎兵 差別是在血量上 一個是75滴血 青騎兵的話有瓶走是80滴血 攻擊力是7加2 那青騎兵 上岸還算可以 最近有三級馬卡 近戰防務率也比較高一點 所以實質上來說 越南的肉馬呢 是比朝鮮人的大洛馬 還要再厲害一點點 看這個數字就知道 0加3 2加4 所以上0加2跟2加2 血量值 而且血量還差了 低血 所以不要覺得說 大洛馬就一定比青騎兵強 還是要看文明的這些特性跟細節 那這邊還是有少量青騎兵騷擾到 這邊的城堡還是很多 再補一些村民到農田裡面 再去補一下農民 馬死屋就可以了 右邊城堡 應該快奧 拿掉了 但是越南這裡沒有石頭 黃金不太夠 這邊是決定點了兵工產 欸 取消掉了 按錯了 點兵工產 這個時間點 好 這裡洛馬跟大象 一直在阻止 HERA這邊進攻 但是這一頭強弩的擊殺速 已經來到65個了 好 重頭這邊想預判大洛馬的衝鋒路線 但是沒有預判成功 大洛馬還是有少量溜到了後排 這邊用重型投石車 繼續攻擊大象 結果砸到的是自己的洛馬 重頭這邊再預判一下 OK砸了一發 但是沒有完全預判成全 結果是砸到自己的洛馬 這裡HERA的重頭 雖然沒有打到太多敵人的單位 還是讓一些大象 流到的後排進行攻擊 最後被拆掉了 兩台重頭 但是對方陣營部隊 已經完全被瓦解 這邊要打掉這團強弩 已經不太容易 即使出戰毛兵的話 也很容易被重型投石車給壓制住 黃金好一千多塊 但是卻不知道該出什麼單位才行啊 我這邊的想法是 繼續出大象A過去就完事了 千萬不能拉所有的大象 去追後面的重型投石車 也要拉前大象在前面 去吸引對方的重頭 去往前打 有機會的話 他還有可能打到自己的強弩 當然這是我自己的觀點 HERA應該是不會做那麼傻的事情 所以越南這邊是決定把所有大象 往後拉 去打這個重型投石車 但是重頭的數量並沒有減少太多 HERA這邊就去補下更多的重型投石車 往前補 陣地戰看來是越南要打輸了 即使大洛瑪 比對方有優勢一點點 最後還是扛不住HERA這邊 投石車加強弩火炮巨頭的綜合壓制 可以打新建塔稍微收村 終於來到了第二根城堡 這根城堡掉了應該就結束囉 裡面的肉麻數量來到了40隻 農田樹剛剛來到了90片田 相變84 農田還繼續有在補 這邊重型投石車 其實真的擊殺了不多 12隻的單位啊 強弩都擊殺到了81隻啊 其實強弩還是主要輸出喔 重頭是個坊子嗎 這裡可能要盡可能包叉 從上面出 你不要從這邊出來啊 哎呀 死掉了一大堆的輕騎兵 這個輕騎兵 OK了 這個預判 這個預判得好耶 原來這邊打得非常慘烈 各種的輕騎兵衝鋒 依舊無法靠近這邊的重型投石車 好 重型投石車終於做到了許多事情 開始砸掉了大量弱馬 這邊一個閃陣 閃過去投石 但是強弩依舊還在輸出 好 這邊解掉這些輕騎兵 就可以往前繼續推進 好 巨型投石機最後一發 還要再一發才對 繼續修 修得回來嗎 再扛一下 欸 這邊是打歪了嗎 劇團好像歪掉了 怎麼打到了均勻呢 直接用巨型投石機拆城堡 哇靠 瞬間拆入城堡 對手打錯了GG 我們恭喜HERA拿下比賽的勝利 OK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呢 是由越南人拿下資源上的勝利 但是卻輸掉了比賽 越南HERA這邊是有五勝物的經濟優勢 3900塊 局次方面呢 來到1.30的KD喔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喔